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谢谢两个电视机前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北京卫视养生堂 我是主持人雅琪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新名词 一位骨科的专家跟我说 来看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当中 糖尿病的人群 这几年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还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有了个新名词 叫做糖尿病骨关节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养生堂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 他是在中医骨科界 有着40年临床经验的老专家 而且他还是中西医结合 母外翻微创手术的首创者 我们请他给我们聊一聊 养护筋骨的那些事 好了 接下来赶快请出 我们今天请到这位权威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 国家级明老中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旺京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教授 温建宁 欢迎温教授 学员好 你好 亚天好 又见面了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中国味鲁花香 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胶子 鲁花纬丝鸭炸花生油 炸的香 闻着香吃更香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欢迎准人 刚才那个新名词呢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叫糖尿病骨关节炎 那什么是糖尿病骨关节炎呢 今天我们的主任呢 带来了三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大屏幕 那我就请大家参一猜 这个是三个人的X光片 有一个是成年人的 对 有个三十多岁的 两个是六十多岁 对 两个六十多岁的 有一个是咱们温主任的 还有一位是糖尿病患者的 大家猜一猜哪一张是糖尿病患者的 哪一张是咱们温教授的 阿姨 一个不是正常的 第二个是正常的 第三个也是正常的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第二 第三个光滑 正常的光滑 第一个骨头它有点 两头接头没接好 有点起毛刺了 起毛刺了 起毛刺了 就骨刺 很专业 对 很专业 骨刺是吧 骨头也不亮了 骨头也不亮了 也不亮了 好 阿姨 二和三当中 哪一个是主任的 您再猜一猜 这有点难 第三个吧 第三个 好嘞 为什么 判断理由是 他不如第二个 第三个 我明白了 阿姨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二是最好的是吧 最健康的 所以您觉得 中间这个应该是 三十多岁的这位先生的 是吧 对 然后第三个 是咱们温主任的 是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好嘞 来 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这个片子我看三个方面 一个要看一个壳 壳 怎么要看壳呢 我们人体的广状骨呢 有一个壳我们叫骨皮则 你看这个骨皮则 你看这个白白的就骨皮则 中间有个枪 我们叫骨髓枪 要看这个壳 一张壳 这个壳假如越厚越密呢 骨头的质量也越好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两个的骨头比较密 密度比较高 这个骨头比较密度比较低 一条线就要看这个 这是这个颈骨的 颈端的 我们的颈骨平台下的 这条线 这条线呢 假如说是 很致密 发白 就说明这一个的 是个骨观念的表现 因为它长期的 造成的走路走多了 或者各种原因 造成这块的硬力增加 硬力增加以后 它的成骨细胞就 在这儿疯长 疯长往这儿 这个骨密度要很密 有时候我们做 关键质网的时候 这个在打这块骨头的时候 那锯子能寄出火花出来的 多疼啊 寄出烟出来的 经常就这样 所以这一块的 很多这样石头一样的 所以就看到这个 这条线 你看这个线的没有什么吧 这个很好 这块很点心的 这条线很 很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也有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比它好 一条缝就是骨骨跟颈骨之间 我们有一条缝 这条缝实际上就是 这个颈骨之后有半叶榜 它不显影 还有这个软骨面也不显影 因为这个软骨面也薄 这个变成比较薄以后 那这个缝就变小了 又合在一起了 就变小了 有些严重又合在一块 你看这个膝关节的片子 就这么看 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 咱们先说一说 哪一个是糖尿病患者的 X光片主任 这个是 这是我的一个病人 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引起这个 后来引起这个骨关节炎的 但是说这三个 哪个是我的是吧 中间这个是我的 中间这个是我的 但这个掌声也是要送给我们 温主任的 温主任今年 我快66了 快66了 但想一想 他的膝关节保养得真好 得益于您 您有这个私家珍藏的养护 筋骨的好方法 温主任说 近几年他接诊的 骨关节患者中 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 高血脂的人越来越多 比过去增加了三四成 而且很多患者的致病原因 几乎完全相同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 会被骨关节炎缠上 困扰他们的治病因素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病人是因为是有糖尿病 这个病人66岁跟我差不多到 66 这个已经做完手术了 那个他因为这个有糖尿病 还有个高血液高血糖 所以就说你要拼命地走 所以他60岁退休完以后 天天暴走 一天走五六公里剩下更多 后来走没几个月后 五六公里走不了 都变成30公里了 30公里后又走了几个月又走不了了 又走 最后一查 你看到片子这样 可以看到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你看 刚才那位大姐说 这个做毛车一样的 我们就从事一样的改变 这个软骨已经是整个都 几乎是这个破坏的差不多了 磨磨磨磨磨磨 而且病人疼得很厉害 对 而且这个病人大家看 它实际上 它是膝关节有一个 仰来就有个亚健康状态 这个有点膝内方 所以它硬力改变 在这个压力很大 再加上它暴走暴跳 所以就造成了膝关节 整个软骨的一个破坏 损伤它最后没办法 疼得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关节给换掉了 做了个膝关节的滋放 糖尿病有个错误的思想 就觉得说 我靠走路 走住嘴卖开嘴 这是对的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关系给我弄好了 就是说你走得太多了 你虽然对你糖尿病有好处 但是对你膝盖 对你幼珠 对你骨关节是不好的 这有损害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结合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说了 主任的膝关节为什么养护得这么好呢 它有独家的正常秘籍 今天我们养生糖都会给到各位 好了 刚才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词 就是膝关节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 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 腿脚都会有点疼 是的 酸 那到底什么一个程度 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是要警惕的亚健康状态呢 听说今天你还请到了一位检测老师 对 是吧 来了没有 他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一下 自己的膝关节是否是亚健康状态 是的 来 我们看一下地瓶 你这个 来了 你这个太逗了 这不是鸭子吗 这扭啊 就跟着它一块走路的话 就可以检测出我们的膝关节是否 你这个模仿的 就这样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你的膝盖怎么样 那这样吧 我们请几位观众上来好不好 主任 怎么走 怎么走 行吗 行吗 这行吗这个 不是不是 来 阿姨你蹲一下 疼吗 不行不行 好好好 谢谢 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 刚才我们这个是个互动游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测方法 测的是我们的膝关节到底好不好 先问一下这位阿姨 您做完了之后 有没有感觉什么不舒服的 没有 还挺好的我觉得 咱问一下这位阿姨 刚才走的时候 那个膝盖特别疼 就是走的是软的走不动 这个前面就这个 对 前面我们叫冰骨关节 冰骨 酸草 酸草走不动 响不响 咯啦咯啦的响 有 有点响 好了 谢谢两位阿姨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跟着咱们温教授都已经自测完了 但是每个人得到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 有的人蹲下来可能就特别的疼 对吧 还有的人一蹲下来 就膝盖咯啦咯啦的响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这些原力是什么呢 我们就结合道具 请主任介绍一下 好 这是我们膝关节的一个模型 首先我们先说这条肌肉 就是骨势头肌 通过我们的身体最大一个种植骨 冰骨 在指导进骨结节这一块 我们膝关节 实际上有三个关节组成 就是冰骨这块 还有骨骨这块 这个关节我们的冰骨关节 那么蹲的时候 这个压力是最大的 那么它两个这个冰骨 压着这个骨骨 这个会造成的压力很大 出现骨关节一样的时候 这时候会这么一个动作 蹲下的动作 会加重它这个损害 损伤 所以就会引起一些疼痛 涉及我们的滑膜啊什么 就引起它疼痛 另外这个骨骨跟颈骨 这有关节 中间有个垫 这个弹簧垫一样的 就是半月板 半月板 它在下蹲的时候 它半月板也会跟得动 所以当你半月板有问题 有烈的时候 它会可以 有的时候可以听到 嘎巴一声音的响 所以响的话 就响 半月板有问题 对 半月板响 还有说在 你又这样就有 你这种有骨骨骨 你在活动的时候 原来骨骨骨骨就藏起来了 不疼 它又跑出来 卡住滑膜啊卡住什么 会引起疼痛 所以就是为什么蹲的时候 刚才我们做鸭子那种 走路的时候 会引起疼痛的一个原因 好 今天好不容易把 温教授请到养生堂的现场 咱一定要把 他所有的独家秘籍 全部都建设 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 据说你有绝招 第一个绝招 跟一个字有关 是吧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字 看一下地平 省 好 这个省字怎么理解呢 省钱 省地 省力 还是省什么呢 我们导演啊 跟拍了一下 我们温教授的生活日常 我们来看一看 温主任说 他也和大家一样 每天都通过走路来锻炼身体 我每天见不走 但我走路是有门道的 斜不走为燕湾路 银修 咱俏三组上教科 竹叶精棒 尺薄荷 柑橘炉根 先停停停停 爷爷今天超标了 咱回去吧 咱回去了 回家 再等会吧 今天太晚了 不行了 超标了 明天吧 走吧 走吧 走 走路还怕超标 真是稀不如今呀 温主任说 他家里还有个宝贝 天气不好的时候 他就在家里见不走 既降生又养后筋骨 现在在干什么 温教授好幸福 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孙子 对 你每天就会带他们 去散散步溜溜蛮是吧 每天 对 不经常 每游都忙就没话带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刚才说了 今天超标了 指的是什么超标 走路超标了是吗 是 我走路 我每天都是定在 六千到一万之间 我节目都不超过一万步 那您这也不达标 我见过很多的叔叔阿姨 都走一万步 还有走两万步 这都不科学 特别有糖尿病的 你走得太多了 你虽然对你糖尿病有好处 但是对你膝盖 大有损害 大有损害 对你股关系是不好的 这有损害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结合点 所以我自己找我自己 就是六千步 一天 所有的活动 够了 所以够了我就不会 我就躺着 我就躺平了 躺平了 我就躺平了 因为我就够了 我还有别的活动吗 一会告诉你吧 是吧 我想问一下最后 你回到家里了以后 是做那个踏步的 那个仪器是在做什么呢 我这个踏步仪器 它是有液压的 液压的 这个又能锻炼 主要锻炼肌肉 对我的习惯节的损害不大 不大 不大 而且我这个是一般来讲 就是又是冬天不够的话 我一定要加上这个踏步器 明白 在每天踏它一千个 就是用那个机器来找骑 如果你在这个出不去的时候 是吧 所以我也得跟你好好学一学 相比同龄人 65岁的温主任 将膝关节养护的强健有力 这里面大有门道 除了每天的走路步数不超标之外 它还有一个绝招 据说它的膝盖有特异功能 能跳迪斯克舞 这也是它保持膝盖强健的 另一个奥秘 那么它是怎么跳迪斯克舞的 我们快去一探究竟 因为我听说我们温主任的膝盖特别厉害 有特异功能 会跳迪斯克是吧 是吧 会跳迪斯克 不是 不是迪斯克 那应该有 本来天生就应该有这个功能 那我就不会 我只是保持的 跳迪斯克 这不是跳迪斯克 就是那蹦 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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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骨石头鸡嘛 你听到了没 我第一次听说 说膝关节还是蹦低 你看我现在站在这 我都在蹦 你在蹦了吗 蹦了 那这样子我们请两位观众 稍微一起蹦一蹦好不好 来看看大家的膝关节怎么样 主任您教教我们呗 你看 咱们这个不是股市头鸡 我刚才讲的吗 你这个 你蹦进 当然这个 这还带节奏吗 你看 你看 蹦 手机 你看 我不行 我不行 你看 这个是不是得 穿一个平底鞋吧 我这个穿高跟鞋 就要放风 你看 它就好 你看这个 你晾就好 不就晾 一天晾它一两千下 就棒 多练习 多练习你的膝盖 就有力量了 这个我第一回 要教你们三块肌肉 好 那刚才您说到了 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肌肉 是一定要锻炼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结合这个KT版 请主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哪几块肌肉呢 我们人的直立三块肌肉最重要 这是骨石头鸡 就是一个骨石头鸡是四块肌肉组成 小肌肉组成一个肌群 完了它最后形成一个 脚鸡脚 包含着我们的脖子肌肉 包含着我们这个冰骨 只在我们筋骨节节 所以这块肌肉很重要 这块肌肉又是瘫痪了 你这关节你就动不了 走不了 这是一块肌肉 病骨 就剥落盖那块 剥落盖那块 这个很重要的地方 另外一块肌肉很重要的就是 小腿伤头肌 它也是跨两个关节的肌肉 膝关节跟踝关节 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个膝关节 也是一个很重要 还有走路很重要一块肌肉 还有一块肌肉很重要 我们直立的时候 对膝关节有关系 就是一个什么 我们的臀大肌 臀大肌 臀大肌 对 臀大肌 实际上就是我们屁股这块 那不是离腰很近吗 还管腿 管膝盖 当然的 这个你又想它又是大腿的外伤 最上面了 起到其他作用的 所以这个就在这 重要的几块肌肉 就这个 我们老龄人 你又看到这个人很健壮 他绝对这三块肌肉很封嘛 对 就是你知道你一看 他肯定这样不如非 还真的是 好了 那原理现在已经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叔叔阿姨 最想了解的就是 这三块重要的肌肉 到底怎么样的去锻炼 才是有效的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舞台一侧呢 我们的主任给我们带来了 温室筋骨私房秘籍 答案就在其中 大家往这看啊 主任 你这一开始的时候 给我们整鸭子 现在给我们上了个鲜鹤 咱们很多养生的秘籍 都是来自动物世界的一些活动 得到启发 武情戏啊 不是也是来自这些 我们动物世界吗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 我们跟着鲜鹤学 就可以锻炼我们世界当中 特别重要的那几块肌肉 是吧 对 好了 我们请两位阿姨 一起来学一学 掌声欢迎 这鲜鹤看上去真漂亮 昂首挺凶的 主任 您教教我们 跟他学什么呀这是 你看 你看他写他 什么叫鹤立激情 对吧 鲜鹤操第一节 模仿鲜鹤直立崩腿 其实就是刚才温主任 让膝盖跳迪斯克舞 崩古四头肌的动作 温主任提示 发达的古四头肌 对强健膝盖至关重要 日常应该多多练习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只鲜鹤 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第二个 要离地 你看相对有飞的时候 是吧 好 一定要弹久这样 就练的是脚下功夫 练脚下的功夫 这个动作锻炼的是 小腿伤头肌 但是频率不能太快 我大概这个一分钟 30到35下就够了 一般我一天做300个够了 好 来 预备走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动作 是什么 我们看看 这个不得了了 这还要飞呀 当然咱们都飞不起来 但你这样的话吗 是吧 展翅高飞 这是不是得先给我们示范一下 好不好 来 我们叔叔阿姨跟着学 往后踢 这样比较快 吃肉大了 你要注意 你又是没练过 肌肉没什么力量 刚开始你还要铺这个东西 又没有 我现在不用 我就大致这样 可以 或者你这个拿个东西也行 铺的一个东西也行 一个椅子 不要 就这样就行了 这也差不多一分钟 三四十个就行了 三四十个 对 这个可以多做点 可以做到500个 这个为什么 这个往后的时候 你们看 这个臀大肌 这道就是腾大肌 腾大肌就鼓起来了 对 知道吧 所以就这一 二 三 这三块肌肉的话 都都量 就跟那个鹤一样 真是 好 每一个动作对应的是一块 重要的肌肉 对 温主任提醒观众朋友 做仙鹤操 要结合实际情况 遵循有少到多 循序渐进的原则 最继突击猛击 战力不变的中老年人 可以扶着椅子练习 也可以跟着他学习 坐着练的仙鹤操 好的 主任 你看啊 摸就按摸两个手 你说你坐在这也好 躺着也好 这么摸 从大腿 摸到你这个小腿 大概你按摸一分钟左右 就行了 一摸 什么力度按啊 舒服为主 痛快 不是说疼为主 有一丁两层 但是不能疼的受不了 但是又有点快感 摸完有点快感 就我们是痛快 就这样 从上到上 没力气 那你不能这样 那就不行了 好 一摸 二刮 刮是怎么刮 来 刮这个 刮着用 这手 三个 像个田子一样 抓住你的冰骨 冰骨 完了做上下的刮 不是 胡冰实际上是 是整个洞的 是这样 你看 这是上下的洞 上下 上下 对 不是你那抓 你就抓不就刮 你这个不对 你看 舒服吧 对 他那个怎么舒服 好了 你的手法哪不一样 一定是 我抓的是 有点把身里抠了 人家那个 对 人家那个 不是抓 人家那个专家是 上下怎么呢 参加刮 知道吗 那么刮才舒服 你抓不舒服的 舒服 这个不能用抓 好 第三个 一摸 二刮 三 绷 绷是怎么 绷就绷 刚才说了 就绷就说了 就骨石头鸡 绷这个干嘛 绷一下 放一下 你看这个 知道吗 那你那个感觉是 就是摁了一开关 就自动了 好 勾 勾着条腿 你看那勾着 这块鸡头 看到吗 这个就是井前鸡 看到吗 我们的井前鸡 还有就 就背生鸡的鸡肉 都锻炼了 能锻炼多了 疏通经脉 辛苦嘛 是 主任 这些动作 应该怎么做呢 每天做多少次有用呢 刚才呢 练了四块鸡肉 在这一摸二瓜 三蹦四勾 你这也就半个小时呢 半个小时 就这一套下来 你天气不好 就在家里不一定要到公园 留大家 我很少留公园的 就在家里做操 在家里做操 有留公园就在小区里走走 好的 做完了之后 想问一下阿姨的感觉 我觉得这么着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啊 不像我以前那种松松花花的 是吧 对啊 崩起来了 对 崩起来了 好 你看一厕做了一厕没做 就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对对对对 明显明显 太明显了 好嘞 来 我们问一下这位阿姨 做得也特别认真 做了这个以后 就是让你自己感觉舒服 痛会的感觉 谢谢两位阿姨 来 两位阿姨 哪一位完成度比较高 主任 是这位阿姨 你做得比较好 你做得也不错 好的 那我们代表养生堂呢 给中间这位阿姨 送上一份奖品和礼物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态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阿姨 感谢两位 刚刚我们已经学会了 怎么样发现自己 膝盖的问题 而且把养护的方法 都已经给到了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说 腰的问题了 腰椎的问题 我们看到温教授 从来都没有染过头发 对不对 头发部长 从来没有染过头发 而且膝关节又那么好 我相信您的腰 也肯定特别地棒吧 您又说是两年前 可以这么说 我的腰在 应该说在几个月前 发现有问题 不是 您是专家呀 您的腰还能有问题呀 我专家我也是人肉做的 您天天的养不辛苦 您的腰椎还能有问题吗 有问题 把片子带到现场了 来看一看啊 主任这是您的片子吗 是我的片子 我就是在有一天上午 早上起床的时候 伸了伸狼腰 对一下 腰疼起来 我从来没有优疼过 从此以后 我一做手术或去走路 又走过半个钟头 就活动半个钟头以上以后 腰就开始不舒服了 后来就去拍了个片子 你看这是我们这个一个 现在一只狗吧 这是上关节猪 这是下关节猪 主要是在上关节跟下关节 跟横租这个连接 这个滑行的地方 这有一个骨头 我没长好 就是我出生那一刻开始 我爹妈给我的时候 生我的时候 我的腰就有问题了 明白了 只不过是 年轻的时候没问题 因为它卵组织 我们的筋还比较好 没有什么问题 到老的开始出问题了 这一块筋不是骨了 骨头出问题了 所以这一块出现松动 优势 我的优势就不稳 是我的椎间旁 这个一个又突出 另外这个滑脱 就又跑了 优椎上节跟下节 就脱节了 又跑了 跑这时候就什么 又出现腰疼 腿疼 或者是那大手变的问题 叫狭步裂是吧 狭步裂 对 最有严重是要打钉子 要做手术的 因为我这一辈子 给人家打了不少钉子 自己 做了不少这样的病人 没想要轮到我自己 站在好载 这是右边 我拍了我那左边 今天没闲着左边 我左边是好的 等于说 这两根住着 我坏了一根 还有一根撑了房子 所以还好 但是胀时间太长 腰它就不舒服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排查一下自己的腰有没有问题 是否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今天你也给我们带了一个自测师 对不对 帮助我们检测一下 这个方法 这个人物又不一样了 我们看看是谁呢 看一下地平 这是个猴子吗 这不是 猴子吗 这猴子干嘛呢 这是 就做一种 生狼腰吗 生狼腰 我不是说我 这样子 我第一次发病 就是生狼腰 生鞋的 生猴子的狼腰 就通过做这个自测的话 就可以看出有没有 对 这个检测太有意思了 请各位观众上来好不好 阿姨走路的时候 可能有点不太舒服 现在走这几步挺吃力的 就你做这个都能做吗 能是 生成右耳边做 小心 有一点疼 不舒服 阿姨您做完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感觉 怎么疼 您跟我们说一说 就有点酸 酸疼 对 是不是所有有腰部问题的人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都比较困难呢 主任 对或者不舒服 有没有是有最加满足 是有没有最广狭窄 有没有有夹不裂 有没有这个有个有机老损 有没有有个小关键紊乱 所以又正常的 要这么做没问题吧 就没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自测的一个办法 所以当你做这个的时候 你发现你有问题的话 你就要到医院去查解 我第一次 我的确就是 生了个狼腰 就像猴子一样 这一下腰一咯噔一下 我当时以为是我 最加满足处的 莫多以为是错位了 一看是这个问题 下不立 阿姨 我看您走这几步挺吃力的 您有什么问题 腰疼 就第三节第四节 您查过吗之前 查过 医生怎么说 他就说 他就看到我腰椎管下宅 然后腰间脉突出 腰间脉突出也有 他治过吗 做个小针刀 好 那阿姨这个情况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您给点建议 我要觉得不舒服 我就觉得 不要干太多活了 比如说一些太重的活 就不要干 搬东西就少搬了 路就少走点了 我怎么去改成一个别的运动 它可能就好了 也能锻炼身体 也能使到我们腰更健壮 那这什么样的运动呢 一会告诉你 一会告诉你 阿姨除了这个运动之外 还会有血胃的按摩 以及私房菜 据说也可以养护我们的筋骨 省点用 慢慢走 对 生活当中 我们的温教授 到底是如何养护自己的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次是什么 缓 缓慢的缓 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编导特别的用心 还拍了一段 我们温教授的生活日常 我们在短片当中 找一找有什么样的奥秘 看一下 我是广东人上头的 我们家在海边 所以从小在好游泳 老了也喜欢游泳 温主任说 他的家乡出过多位游泳和跳水冠军 看来他的水性又应该很不错 哎 号称最爱游泳的温主任 这滑水速度可有点拉胯 是的 你没看错 这不是慢动作 温主任 加油啊 27米长的游泳道 温主任游了1分14秒 相当于每秒前进0.36米 比老年人的漫步速度 还要慢一倍 主任 您游泳的这个速度可不快 是不快 游一半米一半都有五分钟 这就乌龟的 像乌龟啊 龟速一文化 我里头有一些保护关键的秘密 我们先给热爱运动的温教授鼓歌奖 大家不热烈 说明什么呢 就是速度稍微让人 不是特别的 龟速 龟速是吧 龟速 不是体育运动应该更快更高更强吗 您这太慢了 更高跟着那作为那是运动员 运动员 竞技运动 我这个不是 我是养生运动 太慢了 特别是老年人要扶老 又慢 又黄 要黄 是一个方法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养护我们的腰 为什么推荐游泳呢 因为游泳 游泳在这我们就放平了 水有福利 我们这个腰椎 不用经受那么大的一个 纵向压力的一个损害了 另外水花对腰椎有个按摩的作用 特别我游泳游泳 我们是用肌肉来 通过肌肉收缩来带动我们关节 来刺激我们关节这些 西游的这些生理应力 所以都比你走路啊 比你肌肉应动啊 这种对关节的刺激要好得多 所以我就喜欢游泳 我想问一下你每天游多少米呢 游多长时间 我是这样 我是有时间 我一周大概游三次测 有时候每天游都有 每天 但是忙的时候 我能保证一周游两三测 一测呢大概 我年轻的时候两千米 两千米 但是现在不行了 我就游到一千 一千我一般游50分钟到一个钟头 就慢慢的 慢慢的 就等于说很享受在水里头 很享受的这样 另外一个比如说太快 心力太快就心感很不少 当然有问题 假如说没有这个条件 不能随时随地的 每周啊每天去游泳 或者是压根就不会游泳的 那怎么办呢 做什么运动 有可能也会保护我们的腰 养护我们的筋骨呢 那就用我们人工的吧 人工的 那就做家人给你做做按摩吧 家人做按摩 对 可以做家庭的自我按摩一个方法 那好了 那我们的家属们子女们看过来 接下来我们就会把 养护我们筋骨的这种方法 学位的保健方法给到大家 今天我们也是有庆啊 请到了我们温教授的 学术传承人杜宇彪老师 欢迎也有请那位阿姨 好 接下来阿姨也准备好了 您教教我们是怎么按 什么样的一个学位 对 那家里可以写写这个简单的 简单的 一个手法 我们的这个就这个 晃 晃 晃悠 你看现在这个 豆袋就这个给它晃悠 晃得很舒服 你看这个 晃 边晃边揉 边晃边揉 都按着夹底蟹的 沿着夹底蟹这么按的 沿着夹底蟹这么按 你看就这样 我们就像这样揉面一样 对 所以假如说我们家人 如果说腰部不舒服的话 都可以这样 我们就用轻柔的方法 就换到一般来讲 就是病人觉得挺舒服的 现在摇啊摇啊 摇啊摇啊 有些晃晃 有些晃晃晃晃的睡觉的也有 病人舒服这是一个 往来揉 就是掌根揉法 沿着这个夹底蟹和这个 膀胱睛的位置 从上往下的轻轻的这样揉 对 你看这个夹底蟹 还有膀胱睛 你为什么我们这个 右揉这个 这个极柱这两边 极出的0.5寸 这个就是我们的夹底蟹 了解 那个1.5寸是膀胱睛 这揉的时候 这种夹底蟹跟膀胱睛 是一块 我们一块是刺激的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的书屑 都是在这个两条经脉上面 所以通过刺激 能够调理脏腹的阴阳 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 从我们这个解剖上来讲 它这个 它所按的这些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背阔肌啊 素质肌啊 底脊肌啊 这个都是会造成 忧疼 或者能通过按摩 能解决这个忧疼 背疼的一些肌肉 所以通过这样呢 疏通这个 增加它的血液身亡啊 缓解它的净乱啊 能起到这个 极部的缓解的忧疼 背疼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它实际上 起到双层的左右 嗯 原理已经明白了 那手法上呢 我刚才看到 我们的窦主人是 从上到下 再从下到上 这样来回 对 它就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啊 你看 它现在你看 就雷滑呢 把它雷起来 这也是沿着夹肌蟹跟盘光筋 这应该是第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晃 对不对 第一个晃 第一个是揉 第三个是这个 第三个落 好的 在家里 就家人给你做的几个 好的 你做到十分钟左右 这个 这个 有有有 阿姨是有点疼了是吗 阿姨说疼 疼代表什么 疼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那还暗吗 疼的话还暗吗 疼是 如果它是 这个地方是酸痛的地方 就表示它是有病气所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需要 进行暗柔的地方 那怎么调整 怎么暗柔 手法上 手法 推达手法 推达或者按摩手法 有五个基本的原则 您知道 就是在用力的时候 一定讲究均匀 持久 柔和 有力 渗透 这是推达手法的 基本原则 这个专业的医生 要掌握这个基本原则 去对患者进行治疗 是很安全很有效的 好吧 好的 来阿姨慢慢的 好 来阿姨怎么样 这个一套做下来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挺轻松的 不那么紧 要不那么较劲 是吧 好 那主任 对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 想在家里操作的话 还有什么样温馨的提示呢 就是注意 所以不要用力太过 不要太用力 对 用力太过 因为叔叔大了 有时候有骨质缩松 你要太过暴力 又可以引起一些意外 有骨质啊是什么 别的没什么 揪的三个方法 都是很安全的 非常的安全 安全 好的 那代表养生堂 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给阿姨 健康好油 看油酸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油酸多多 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阿姨 我补盖的东西都在这 都在这 食补 食补 冬瓜还补盖啊 是的 冬瓜是不补盖 但是我有个好东西能补盖 看到吗 这个 虾皮 鱼 鱼还很重要 我几乎每天都有吃一顿鱼 我爱吃海鱼 鱼它的寒盖比较多 微量元素也多 另外我是来在海边 还都喜欢吃妈妈的味 知道吧 等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最喜欢 这还不算什么 温主任说 他最爱吃的 是自己研制的 养护筋骨的秘制大菜 这是要用猪皮做皮洞吗 难道皮洞有助于补盖 皮洞当然补盖了 特别我的皮洞很补盖 因为这个猪皮本身 它就是 山重井的山岳垂头 给我们记录下来的 非常的好 那我现在用在它 加上我的特质的 制法跟秘方 能够起到补盖的作用 能够起到强筋撞骨的作用 我的特质的秘方 你知道什么吗 是吧 我就说了 他是一位宝藏医生 而且我觉得是被医术所耽误的 大厨厨神 果然名不虚传 好想去您家去做客 尝一尝您的手艺 好 欢迎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 第三个据说这是养护筋骨的大菜了 而且您做的这个大菜 跟别人做的还不太一样 是吧 对 好 我来看一下 就在这儿了 来 3 2 1 皮洞 来 您为什么推荐皮洞 这跟养护筋骨有啥关系 当然有关系 这个看着皮洞 但是我这个有个方法 咱们先说皮洞 先说猪皮 这个猪皮它本身 它就一种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养生的一个中药 咱们在东汉的时候 张仲敬就有猪肤汤 用猪皮来治疗烧阴病 治疗阴瀉 火旺 央童的什么 那么我要起它个猪皮 猪皮有什么 猪皮碗里头有很多这个 这个结黄蛋白 结黄蛋白 结黄蛋白 我们老年人切结黄蛋白 我们骨头 也切吗 骨头有70%到80% 是结黄蛋白组成的 只有20%到30%是钙 是吧 所以 但是我们年 我们老年人 这个结黄蛋白切花 切花那么 恰好呢 肉皮 结黄蛋白很丰富 是吧 而且它有很多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它的中医的功效来讲 它能补胜 知音 用膚 对老年人吃得非常好 做肉皮冻的时候 一定要把肉皮里头的脂肪刮掉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里头还加了一个 神秘的宝贝 咱们就是我的特有的一个 大招 一个东西吧 来来来 叔叔阿姨 请大家尝一尝 郑教授带来的 好 那大家伙猜一猜 这个养筋骨的大菜当中的配菜 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要尝一尝 我特期待 大家尝一尝 尝完了之后 告诉我什么样的味道 满满的胶原蛋白 还可以养富筋骨 太棒了 阿姨 啥感觉 好像有点海鲜的味道 是吧 是 挺鲜的 你以前吃过这样的皮豆吗 没吃过这个味道的 口感 非常好 很Q弹 是吧 Q弹 而且觉得那个咸蛋也合适 挺鲜的感觉 对 鲜味 您家老公会做吗 会做 但是没有这么好吃 没这么好 对 没有这么Q弹 那就让您叔叔一定要看一看 这期节目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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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阿姨 你好 来 我们再请旁边这位阿姨 对对对 这位阿姨 阿姨 您能不能猜一猜 这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不出来 好像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鱼糕的味道 鱼糕的味道 反正是海鲜产品了对吧 海鲜 好的 好吃是不是 来 接下来大家都想学是吧 怎么做的 对对对是是 想学特别简单 来 猪然咱们给大家揭晓好不好 好 3 2 1 来了 阿姨 您能不能猜一猜 这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不出来 好像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鱼糕的味道 鱼糕的味道 反正是海鲜产品了对吧 海鲜 好的 好吃是不是 来 好吃 接下来大家都想学是吧 怎么做的 对对是是 想学特别简单 来 猪然咱们给大家揭晓好不好 好 3 2 1 来了 是什么 认识吗 猜得出来吗 认识吗 干贝 所以大家猜对的是海鲜产品 很鲜 是吧 干贝 就是干贝 那您告诉我们 为什么皮洞里放干贝 这是真的第一次见到 这个干贝 这个实际上又说这两个 也是一个有一个养生方 也是主要干贝很新香 皮 猪皮是没什么味道 干贝下次有这个味道 很好吃 对吧 对 因为这个是我琢磨出来的 除了口感好之外 它有什么养生的功效呢 有啊 我们干贝是很好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一个中药 它是什么那个 知音 补气血 也能知音补气血 另外一个 它能降脂 还有能够降我们党固醇 使到这一个 这种一动呢 它不会使到党固醇的 增高的人不能吃 哦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 本身我没有党固醇不高 嗯 我没有上高 但是我家的老板 他 他有党固醇稍微高点 哦 所以我得照顾他的身体 啊 所以后来琢磨怎么办呢 嗯 那么这个能降脂 降党固醇 我给他加进去 那这个我们两口子 不知道都能吃吗 啊 实际上就是 刚开始就 为了我们家的 嗯 太棒了 而且我喜欢这个味道 好 来 很多朋友做了我这个以后 他说你这怎么做的 我做的很简单 就割两海鲜的什么 干杯 割两干杯 割多少 你还没问我呢 嗯 对 怎么搭配呢 这个配品 棒筋你看我今天拿来这个 大概是棒筋的肉皮 嗯 一定要把那个 它外头那个垢给弃掉 嗯 把皮在上面这个肥脂肪给弃掉 弃掉的话就去炖 棒筋猪皮 大概割十二三个这样的干杯 放多少干杯 就是十二三个这样的 十二三个 十到十五个之间 看你的口子 好 干筋十二十三个放进去 然后 完了放多少 放到四勺左右的这个酱油 生抽 就生抽别的什么都不够了 对 完了就给炖 这个炖又炖 开火以后又炖两个钟头 吻火炖两个钟头 对 好吃 而且还会养护你的筋骨 对 还养 说是阿姨记住了吗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一期节目时间太短了 我们温教授 他的定制食谱特别的多 各个都能养护我们的身体 养护筋骨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里 不光是有食谱有穴位 还会有运动的方法 还是那句话 你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筋骨两个字 就可以看到温教授 带来的所有文字总结了 谢谢 我们已经学会了 送给大家 来养护筋骨的大餐 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 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养护我们的筋骨 叔叔阿姨记住 膝关节一定要省 对吧 省着用 那我们的腰一定要缓着运动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 主任 就大家中两年在运动 特别是有糖尿病 有三高的 这一定有掌握好 你就运动这个量 所以就是说一定 我说有省有慢 有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 有细水长流 这是我的 微信名 微信名 我就细水长流 除此以后 对 一定不能太忙 我们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温教授 谢谢您 谢谢 好了 请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 也要给各位准备惊喜 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味卤花香 卤花中国民族品牌的胶子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榨的香 闻着香 吃更香 卤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角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 卤花养生厨房 这天真是闷热啊 随便的一走 就一身的汗 特别难受 而且我发现即便喝水了 还不解渴呢 这还是怎么办呢 在我们临床当中 有一句话叫做口干不欲饮 还有一个呢 就是饮不解渴 就是说本身口干 他又不想喝水 另外还有一类人呢 喝了水以后 这个渴还没有解决 这实际上都是他临床的体质 有偏颇的原因了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什么宝贝啊 那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而平常我自己也会有 那我今天推荐宝贝呢 就是我平常自己也会用到的 您这个宝贝是什么 我估计啊 我给你看这个东西 你可能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样子 因为跟我们平常吃的呢不太一样 这个呢我是到过它的产地 它的种子呢是红色的 而它的花呢是绿色的 而且日常呢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是把它打成另外的一个泡制品 之后才能够用的 但是如果它是鲜品 我们是可以把它的去用来做饭的 如果您想提前知道它是什么 怎么用 可以拿出手机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宝贝就可以提前获得它的真面目了 饭店里常点的乾隆白菜 蓝莓山药 书香酥烤鸭 竟然都出自国宴大厨孙李欣之手 今天它给我们带来了 家常茄子与带鱼的新组合 最家常的食材如何做出新意 不外传的秘制香料包和万能增味酱 学会着增香二宝 您家厨房也能飘出 国宴级别的浓香味 听说呢这道菜 这个猪菜的书啊 这个字啊 书香非常的关键 对 这里面有申请专利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猪肉吧 排骨用这蔬菜煮二十分钟 三种蔬菜加一下煮二十分钟 就加个大辽瓣 等你煮完了之后 就是这个全是香气味 这个肉的脏气味一点都没了 实际你看我搁了那么多蔬菜 这几种就一种 去腥味是最好的 最好 这里蔬菜里边就有一种 我看看啊 有芹菜 有香菜 有洋葱 有胡萝卜 有姜 有葱 对 去腥效果最好的 对 那就是葱呗 是吗 我跟你说啊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一定是这不常用的 那个胡萝卜 我跟你说啊 都不对 就这是芹菜 芹菜 芹菜是去这个味是最好的 它排老大 这几种是香股香肠 它都有这作用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芹菜 喝点料酒就行 这个是海鲜酱 海鲜酱 这是摩齿酱 摩齿酱 猪猴酱 这是花生酱 四个酱 四个酱 然后这个呢 腐乳汁 这个是生抽 老抽 然后这个是五香粉 这个料就齐了 好 怎么炒呢 这个炒呢 你看啊 这就是干葱 就这个东西啊 第一步呢你看 让它出这香味 您为什么不用大洋葱啊 大洋葱它不出香味啊 我们用蒜 我们就来一点姜 可千万别多了 姜一点 还没有放独家的酱呢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炒酱了 先放什么这是 我跟你说 先放两种酱就行了 摩齿酱和猪猴酱 这两种酱先割了 然后这海鲜酱 这个酱也太香了啊 我们一边享受着 闻着这个香气啊 一边问一下啊 张老师 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 到了福天 您自己都会用的 这个养生宝贝啊 它还有什么好处 您来介绍介绍 我会经常用到它 因为那我的舌脂 是容易偏暗 口唇也会偏暗 那这样子 就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有时候 会有斑啊 会有皮筏啊 会有口干不欲饮的 这个问题 那今天我们来看大屏啊 这个口干不欲饮 跟我今天推荐的宝贝 就是有关系的 口干不欲饮啊 内有什么 这样就是说 有一些人啊 身体里头 会有淤血的情况下 同时呢 又在暑热的天气 好气伤筋 筋液亏虚 还有一些老年人 本身就容易筋液不足 再加上夏季 暑热好气啊 出汗又多 那他们呢 这个时候 筋液不足 就会更多了 那通常我们说 多喝水 多喝水 如果体内有淤血 就会出现又口干 又不想喝水 就是因为淤血 组织在体内呢 会影响到我们 水液的摄入了 嗯 所以就今天呢 就给大家推荐这个 为什么推荐这个 活血化育的药很多啊 很多活血化育的药呢 如果用多了 就会出现活血过度 会耗血伤血 而今天我推荐的这个 是跟人参一个科的 是五家科的植物 它活血之外呢 还有一个补衣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就在活血的时候 就不用太担心了 什么宝贝啊 活血 还不好血 活血 还有补血的一个作用 是我们专家 不仅是服天哦 常年都在坚持 用的一个宝贝哈 尤其是到了夏天 口干不易饮 口干也不想喝 或者喝了感觉 不解渴的朋友们 可以拿出手机 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宝贝 就可以提前获知 对它的真面目了 您闻吧 刚才您闻这鱼了吧 嗯 腌二十分钟以后 您再闻一下 保证它不一样 真的只有鱼的鲜味 是不是 然后还有些蔬菜的香味 刚好说您刚才闻这鱼 您看闻这鱼带鱼的味 经过蔬菜这腌制以后 我真是 是不是 它立马它就喂了 就没了 带着蔬菜的清香 这样子一做 我觉得这种苦下食欲不振的问题 就解决了 你看这茄子我都蘸上粉了 再接着还有点 接着完成 你看 我们说话的功夫呢 不少都有 那李森老师已经忙活上了 对 这怎么做的 有点像茄盒 对 茄盒加带鱼 茄子中间一般我们都加的是肉馅 对 今天加的是有蔬菜香味的带鱼 带鱼 茄子上呢 蘸一点干粉 干粉的 对 把锅烧一手 烧一手之后 我们摆这个茄子 这不能炸 别炸 最好没炸 还是煎一下 煎一下 烧热了 然后锅中倒点油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油酸多多花生油 卤花油酸多多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是我们养生糖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油温呢就不能太高了 有个四成热就足够了 四成热的油温就可以下这个茄子夹了 把这两边都煎成金黄色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茄夹呢 煎到金黄就可以先盛出来了 对 先盛出来 对 把茄夹盛出来之后呢 要换一个锅 换砂锅了 换砂锅了 砂锅香 而且这是一种烹调方法 这专用的器具 然后呢 放的 蒜 这砂锅呢 放了大蒜的蒜米 还有小甘葱 就小洋葱 一起炒 这个香味一下子出来 真香啊 这时候我再放这个 那酱 刚才炒好的酱 这会儿出场 蜜制酱料 我们的国宴大厨蜜制酱料 刚才教过了 我们在家里可以多做一些 你看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码进去 好 国宴大厨的秘密 除了这万能酱以外 还有这个绝蜜香料包 用它浸润茄子和带鱼 融合原料味道 还能香上加香 料包秘密 马上揭晓 这个香料包呢 其实这就是香料水 煲了40分钟 全在这儿了 8种料 老陈皮 香叶 凉姜 小茴姜 这是白纸 这是三奶 沙仁 这是小白扣 白扣肉 对 一共8种料 其实配比都差不多就行了 真好 真好 继续我们揭秘 我们养生专家 自己在用的养生宝贝 到底是什么 平常非常常用的呢 就是三期了 在我的饱盒当中啊 那我们平常呢 其实不是用这个三期块 而是呢 用这个三期的粉 打成粉以后来直接用 我们在家里面 用三期来养生的话 用的克数 是多少比较安全一些 中医价啊 有是重又是要 有这个淤血 我们才会用到三期 那所以呢 如果要有淤血症的话 不是很严重 我们可以用一克到三克 每一天就可以了 那如果淤血严重呢 我们还要根据病情 来进行调整 因为淤血在体内 它是一个有形之血 它就不希望有外界的东西 再进到体内更多 而且血呢它属阴 那喝进去的水也属阴的 那这两个是一个不相容的 所以当体内有淤血的时候 是很口干 因为它这个夏季 本身就容易引起口干 再加上啊 淤血呢 会影响我们今夜的巡行 会出现口干的问题 尤其在夏季的时间 尤其要入浮的天气 那这个时候呢 今夜丢失更多 口干就会更加重了 那在这会儿呢 通常会说要多喝水 来缓解这个口干 但是因为体内有淤血 它是一个有形之邪 是一个阴邪 它就会自然地排斥 我们的外界的这个水 所以这个时候口干 也不想喝水 除了用我们专家推荐的 自己也在有的 这种养生的三期以外呢 您就可以用到 今天我们国宴大师 做的这个美食了 这个美食也可以称作是 大师做小鲜 用茄子和带鱼 这样一起烹调的方式 保证您品尝美味的同时 还让您清凉健康度下 好